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新闻的现场 美牛这个事情 马总统自己都讲 沟通是不过的 民进党今天讲了 总要有人负责 他们点名的是苏琪 甚至哦 他们现在都提案了 把苏琪跟外交部长 还有卫生署的署长 都要送到监察院去办 文教怎么看 这样办好吗 我个人并不反对送监察院 但是我觉得时间 并不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要一致对外 我觉得马总统到目前为止 对于美国牛肉的问题 还是没有一个 全面性的战略思考 譬如说是美国人 要卖牛肉给我们台湾人吃 为什么是我们的台湾政府 在帮美国人 推销牛肉给我们呢 为什么不是你美国人 自己来推销给我们呢 美国人号称 美国价值 世界的普世价值 多骄傲的一句话 我请问美国 我那么多的美国朋友 美国价值里面有一个 叫做什么 消费者至上主义 做一个台湾的消费者 我不能有我的消费选择吗 我觉得美国人在这事情上面 除了说在外交上面 我们跟他有冲突以外 你们也摸摸看 做一个世界强权 你们那种霸权心态 也要不要反省一下 陆大使 总要有人负责吧 这个事情谁要负责任 文家兄这个话 我也真是大体上同意 Consumer is king 但是呢 这个事情 说老实话就是 开始的时候 外交部以及驻美代表 非常大意 觉得这个还有什么问题 结果到这个时候 在他面前爆炸开来了 弄得满眼都是泥灰 所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你现在要这个挽救啊 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们只好是自己啊 劝输立法院 至少就是五号 不要下礼拜五还是五号 不要三读 那么然后呢 派人到美国去游率 而不是去交涉 因为你交涉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 你站不住脚的 你这个阿扁的时候 还可以派蔡英文啊 派什么 和萧美清道理 那时候阿扁说话说错了 但这一次是做事情做错 而这个做错的事情 是影响到美国的商人的这个利益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你无论派谁去 你就把书籍搁置了 又怎么样呢 不能挽救 跟这个现在的局面没有关系 所以杜大使你认为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吗 现在没有人为了事情要负责任 现在任何责任当然都是总统自己要概括承受 他太忙了 马总统概括来很少 他只有他概括承受 还有别人有什么办法 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前半段 不妨来追究责任 看谁牵挫啦 有沟通有没有透明啊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后半段了 现在这个我刚才有讲过 两块要处理了 一个是自己的人民 一个是美国政府嘛 那哪一个比较急迫 是美国政府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如果再去高调 去追究 大家推诿谢哲说 随着政策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更丢脸啦 但是呢 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要处理人民这一块 把苏琪干掉 把他撤职 让他下来可以 因为大家不满意的 就是这个协议的内容嘛 但是今天要处理的不是 当然最后恐怕也要处理人民的 但是迫切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民 是处理美国啊 在美国的眼中 苏琪没有什么错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让苏琪下来 苏琪下来了 美国人就满意嘛 我觉得这个是搞错的方向 所以今天吴敦力也紧急讲话 他说现在应该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是应该解决 我们听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反而在这里争说 那这个是 那谁应该负 负什么责 谁应该怎么 我觉得那是题外的题 行政部门 卖给我啊 那你们应该要怎么 那我们进主他进来啊 那我们今天台湾如果无求于美国 当然不理你美国嘛 管理美国什么东西啊 问题是你台湾有求于美国的事情太多了嘛 你需要不需要美国这个朋友 你需要他 你有求于他 他当然也是有求于你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那要不然就 遇碎遇碎 勇敢的台湾人嘛 那就大家不要来往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们可以这样吗 我们民众可以这么讲 但是总统不能这么讲 总统他一定知道 有些外交的东西 有些under table的东西 要跟美国怎么谈 什么有求于他 他一定知道的嘛 所以一个是国际现实嘛 一个就是现在有人 特别是民进党 说要求要把苏琪跟外交部长 送到监察院啊 其实我觉得马政府这个上任 一年七个月啊 这个好像焦头难了 其实你仔细看 他所有的问题 都是把政府自己制造出来的 这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在野党的问题 然后最大 这等一下问小破老师 然后最大的问题 就在那个国安会 我们从一开头讲说 到最后的像八把水灾 拒绝这个外力的救助等等 从来没有讲清楚过 惹起的民怨 从来没有小过 但是事后都好像不了了之 马英九最后一句话就是 下不为例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一次美牛事件同样的 当事情惹出来没关系 我们不要去跟美国对抗 但是你必须讲清楚 美国牛肉无害 你至少要讲清楚 没有人讲清楚 但是他整个政府部门都是这样 不只是这个国安会 包括这次打这个疫苗的问题 没有人出来把问题讲清楚 所以他整个政府的运作 如果照吴敦毅刚刚讲的那个话的话 那根本都没问题嘛 只要错这个都不是第一时间的问题 那他根本坐不上那个行政院长的位置 他当初就是因为刘兆贤这样下来 所以他才接上去的 所以应该有人负责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民进党点名苏起 我觉得苏起也没有被冤枉 因为他已经有太多的问题在前面 那个小波老师 怎么样都是马英九这个政府自己搞出来的吗 当然万方有罪在于一人 你最高的权力者 当然你要负最大的责任 当然这一次整个的一些作业里面 我认为主要的一些问题 如果按照对外谈判的这个常规来讲的话 本来在对外谈判是不往外面泄露的 那么他们签订了以后 只是这个马政府太过于自信 他以为签订了以后 他的立法院就应该可以通过 但是他签订的时候 他应该马上要让这些立法委员 有了解说明 这些立法委员才能够来支持他 但是这个动作做了没有 我现在我不太清楚 但是刚才讲 说是这个没说清楚 平良一讲我看报纸我觉得很清楚 那么有多少几万分之一几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几千亿分之一 那平良一讲这种事情我不是很在意 可是马英九今天都自己讲沟通不够了 那么好那这样子沟通不够 那么现在沟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那么如果这些委员还一定要这个什么不可的话 那这个东西看要怎么处理是不是 今天已经谈这么多马上就要过年了 剩下一个半小时 我们再谈一下 2012年今天连陈水扁 他民进党内部都很多人在谈了 他们总统的获选人要提早要产生了 刚刚小波老师讲 可能经济是会变好了 马英九连任真的没有问题吗 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要回来